我今天分享的信息 帮助大家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题目是在世界变乱中如何得到福气 现在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疫情都很重要 下面的图图有些飞机拍在这里 其实很多行业都受影响 但如何在这些困难中得福气呢? 大家看这个图图在一个风浪中 耶稣叫这个风浪停止 在风浪之中 神的儿女听神的话 可以得到平安和祝福 耶稣可以叫我们在暴风中 得到平安和福气 即使有多困难 神是掌权,祂是掌管一切的 很多证据证明耶稣是掌权的 圣经有很多预言 圣经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 让我们知道 祂真是一位全能的神 掌管一切的神 圣经有说到在末世的时候 会有很多灾难 包括瘟疫 其实现在可以是一个 更加接近末日的一个应验 有些人听到 哇,这样听到 不就很害怕 但其实我们听到这些情况 因为有耶稣 才能够给我们有保护和祝福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是要面对 神将来会回来的 耶稣会回来的 很多人就追求梦想了 这个好像把傘那样飞飞飞 飞上去追求什么呢 钱,恋爱,或者各样不同的东西 人很想追求这些梦想 但是这些梦想是否会得到呢 其实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困难之中 人发觉是越来越难得到这些梦想的 而神真是掌管一切 这里就简单给大家看到 神掌管是什么 左上角就是耶稣钉十字架 在圣经一早已经预言定了 未曾有钉十字架之前 六百多年之前 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六百多年之前 才有十字架这件事 但是大卫王在耶稣出世之前 一千年 一千年就已经预言耶稣要钉十字架 而过了六百年之后 过了六百年之后 才有钉十字架这件刑罚的 就是看到了 圣经是很特别 很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圣经还有很多其他预言 我只是说一个 就是说当时都没有这个刑罚 圣经已经说定他将来的手会被人刺穿 手和脚被人刺穿来拯救我们 圣经也有其他经文 它是为我们所刺的 让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早预言定计的 然后下面就是说到 圣经在几千年之前 已经说明地球是球体 以及圆拐在虚空 以前的人以为地 就只是平放在地上的 但圣经一早已经说 他是圆拐虚空 这件事是唯有圣经才说的 让我们看到圣经的科学性 就是他知道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东西 就让我们知道圣经真的是神的说话 而下面这个经文就说到 神就与约伯说你能不能发出闪电 告诉我们在这里呢 这件事应验就在手机 手机用电 其实电和闪电是一样的 不过闪电就很强 我们手机用很弱的电 就能够发出信息 而很多人发出的信息就会告诉人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我们在哪里 譬如我来到教会楼下 你在哪里 这些就是很多时人会发出的信息 但圣经一早已经说好了 右手边 就是很多人去过天堂 有些人去过天堂 比如这个小朋友 这是一部电影 他在四岁的时候 他曾经离世 离世回来之后 他告诉他妈妈 我有另一个姐姐 妈妈说 你不是有一个姐姐 他说不是这个 还有另一个 妈妈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有一个在你怀胎的时候 已经离世 我在天堂看到他 他就抱着我 抱着我很多次 这个小朋友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他说得出这件事 还有他见过他的太爷 并且认得他的样子 他太爷在天堂很年轻 后来他爸爸给了照片 就是他爸爸的爷 小时候跟他有交往 跟他一起有些活动 在天堂还告诉他 关于他爸爸的事情 然后他回来 就说得出他太爷做过的事 并且当他爸爸给了一张照片 一看他就说 这个就是太爷了 还有右上角 就是我们为人祈祷 可以带来医治 就是神是一个活着的神 真的可以经历医治 安慰 释放 还有真的有一天 我们会去到天堂 这个神是真神 不是假的 是有很多证据的 我现在很简略地说 给大家知道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找我 或者找教会的传道 好了 但圣经又说了 在末后的日子 将会有很多不同的 很多困难的事发生 现在我们正在发生的 都是这些经文的应验 路加福音有一章九节 那里说 你们听见打仗和妖乱的事 不要怕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有飢荒 有地震 飢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在天上显然 因为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方方不定 海中波浪的声音 就是说到 现在我们的海啸 以前没有那么重要 但现在海啸的人 一听到地震 听到海啸就很害怕 所以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方方不定 这里说到打仗 下面的图是什么呢 就是恐怖战争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恐怖战争 也有不同的网络战争 经济战争 这个世界上很多武器 在这个世界上 是可以将地球毁灭很多次的 如果一发生核武的时候 的战争 整个世界根本都受污染的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到 将来会发生的事 圣经没有说到 一定有核子弹 不过圣经有经文是有说到 有烧着的大声 落到河水那里 那些水就变为有毒 还有烧着的大山落到水那里 也是带来有毒的 那这些是不是就是核武呢 还是不是呢 我们不知道 还是有些外星飞下来 如果那些外星有很多菌 那我们未必是菌 是毒素 那就是是不是呢 那我们不知道 这个预言的应验 实际是怎样 我们要到时才知道的 但是真的 圣经是有说到 将来会有很多战争 那现在这些武器 其实是很先进的 这些是战斗的机械人 包括像个人那样的机械人 还有一些小小的车子 他们可以去打仗 可以认得人的 可以知道哪里有人的 这些都是现在有的武器 还有这些微型的自动无人机 好像是蜜蜂那么大 但是它可以带着炸弹 可以打死人 可以认得人 现在的武器实际是非常先进 但是也是人的罪性 就是人想毁灭 要打赢别人 有时它一架飞机 可以放出很多很多的无人机 就是将来打仗和以前是不同的 还有恐怖活动 这另一种的战争 就是恐怖的活动 大家看到这个图 1970年至2010年 上升的数目 是剧增很多很多倍的 1970年的时候很低的 但是一直越来越高的 这个恐怖活动 每年都很多次 还有很多扰乱 全世界都有很多的暴动 经常都在发生的 地震的数目 大家看到这个图 就是由2001年至2011年 剧升的地震数目的增加 周围的就是地震和海啸的情况 全球6至8级的杀伤性破坏性的地震数目 由1900年至2008年 大家看到在2000年之后 那些地震数目是急剧的增加的 这也是告诉我们 耶稣快要回来 耶稣快要回来 很多人就很害怕 但是我们有耶稣 我们就知道神会保护我们 神就是想我们不要倚靠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 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 圣经也说到 饥荒 这里也说到 圣经也说到 揭开七人 其中第三人就说到 食物的短缺 一钱银子买一星墨子 一钱银子买三星大墨 柔和酒不可糟蹋 就是说到 食物很贵 不可以糟蹋食物的 将来这件事会发生的 瘟疫 曾经经历过沙士 禽流感 以及那些超级病毒 就是因为 为什么有这些超级的菌呢 因为人们用antibiotic 抗生素用得太厉害了 那些菌呢 当它用抗生素杀不死的那些 它再生出来的那些 就不怕这种抗生素 就要再弄更强的抗生素 更强的抗生素的时候 它杀了大部分 但是杀了一部分 那小部分 生出来的 亦都不怕这种抗生素 所以 现在就越来越强烈了 下面就是爱滋病 很多人有爱滋病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纪 也有很多人有爱滋病 传开是很严重的 他们的身体 完全没有抗生素的能力 都是圣经所说的瘟疫 疫情影响全世界的经济 会影响经济 政治民心 香港其实疫情不算很严重 但是经济也受了很多影响 很多店铺关门 很多店铺租不到的地方 经济很困难 很多人没有工作 而有些国家更加严重 我发觉有些国家 很多人在街上睡觉 而且整理了帐篷在街上睡觉 很多地方有很多人失业 其实当很多人失业的时候 他们就会抢东西 世界就会乱 这个疫情到底有多久发生 我们不知道 到底还会有多久 可能一年就已经说少了 再长两三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否受不了 所以这是一个末期的警告 但是我们有耶稣 我们就不需要在惧怕之中 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 而且圣经也有说到末后的时候 会有敌基督 在启示录中用了一个兽 就是好像野兽 野兽说到有七头十角 就是有不同的王 这是一个系统 他就会逼人受印忌 受就是野兽 就是敌基督的权势的印忌 在右手和额上受这个受印忌 在手上受印忌 微型晶片已经有很多 现在不是受印忌 受印忌是如何呢 是要拜敌基督的 将来末日的时候 是要拜敌基督的人 先可以做买卖 以及受印忌在手上或者额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的人 他们放了这个微型晶片 是很小的 就放在手上 放在手上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方便 他买费可以用手来叮 便可以买费 或者买飞机 买车 或者是护照 身份证 或者是开车 或者是他的遗产 他的资料 全部都能放在手指上 为什么要在额上呢 而最近科学家 有一个科技的进步 其实不是最近的 已经有十多年 十几年有这个科技 就是将一些微型的晶片 放在人的腦中有什麼作用呢? 它可以遙控控制電腦 就是說這個人用思想 它本來的作用是幫助有殘疾的人 手腳不能動 它會用一個方法控制一隻假的手 或者放在脊椎中斷了的地方 用它的意志可以令到另一個晶片有回應 有回應的時候它可以動的腳或手 他們試過用老鼠做實驗 然後用猴子做實驗 然後用人 有些人說為什麼聖經講到右手和額上 因為另一個科技就是控制電腦 控制電腦的時候可以怎樣呢? 就是說它可以控制另一個機器 或者它可以由電腦收取信息 就是電腦可以發出信息 譬如將來的警察 可能他就會有這個晶片 即是敵基督的權勢之下 他有這個晶片放在腦袋上 他就可以發出信息 譬如總部 我現在看到一個可疑人物 或者總部發出信息 你要追捕這個人 這個科技的進步 是令到人可以做一些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這是他們的目的 但是將來敵基督使用它來控制人的 有些人說這樣控制人就很害怕了 現在也有很多人面辨識 有些國家已經有這樣的相機 整個街都是 一走過就已經認得是誰 這個也是會應驗聖經所說的 就是說你受了受印記才能夠買東西 並且甚至如果沒有受印記 是會有生命的危險 但是神會保守我們的 因為神會叫他的兒女 在這個大災難即時會死掉 就是說神一定會保守我們 我們就相信在這個末世的時候 這個困難的時候 我們是得福的 好了 肺炎的疫情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 對於心理健康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些發生的事 其實令到很多人都很害怕 很多人就因此緣故 就有情緒問題 甚至有精神問題 有些人也因為這個疫情自殺 是因為他很懼怕發生的事 但是我們依靠耶穌 耶穌一定祝福凡聽話的人 神是掌管一切的 這裡說到如何應對疫情的壓力 預防抑鬱症 就是說有些人因為疫情的緣故 而有抑鬱的情況 也有些人回應 在網上教導人如何處理 下一點說 就是神是掌管這個世界 雖然這個世界變差 雖然末日的先兆一路應驗 但是神是掌管這個世界的 詩篇二十四篇第一節說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穌 所有都是屬於神的 其實世界每日的災難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神是全部知道了 所以當基督徒聽話的時候 聖經說到聖靈會指教我們當雪的話 如果聖靈會教我們說的話 聖靈也會教我們如何得到平安和保護 在沒有買到食物的時候 可以如何買到食物 這就是神的掌管 所以我希望大家當我們想到活日的時候 是不需要害怕的 而基督徒就說 我一定要信靠耶穌 如果不是得不到永生 是很慘的 我們永遠在地獄裏面 要面對我們罪的刑罰 所以我們希望深信我們的神是掌管一切的 《歷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 耶穌說 尊大能力、榮耀、強勝、威嚴 強勝即是勝利 威嚴都是你的 全部一切都屬於你的 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國道、所有國家都是你的 是神授權的 當彼拉多要釘耶穌的時候 耶穌說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是上頭次給你 你毫無權兵辦我 就算彼拉多釘耶穌 都是神授權 但是神不認同祂做的事 但是神容許祂才能夠釘耶穌 就是說殺耶穌的人 都是耶穌、神給祂的一個權兵 就是說現在所有國道 都是神給祂的權兵 不代表神喜悅祂做的事 不過就是說 神才是最話時的事 有些人說 為何神要容許這些災難 這些災難是叫世人更看到魔鬼的勢力 這個世界的黑暗 叫人看到真的要靠耶穌才可以有生命 有永生和祝福的 也叫基督徒不去靠錢 不去靠人 不去靠自己 而是單單靠神 因為很多時候基督徒都會不是全心靠神的 到了大災難的時候 那些基督徒如果我們不去拜壽 不壽壽印記 唯一的方法得到食物 是一定是依靠神 有些人說 那就餓死了 沒有理由聖經說到這個大災難 基督徒全部死了 是一定神會保守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 我們可以相信 神一定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我們就不需要懼怕 所以那時候基督徒仍然不拜壽 不受這個受印記 他一定是更加愛主的 所以在大災難的基督徒 更加愛耶穌 更加有神的生命 更加有喜樂平安 和神經常跟他說話 那就是所有國度 就算在敵基督的時期 所有國度的權命都是屬於神的 是神容許他們這樣做 他們才有這個權命的 並且你是至高的 萬國之手 豐富尊榮都是從神而來的 你亦掌治理萬物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是出於你 神可以叫人尊大强盛 成為尊貴的人 神可以叫你成為尊貴的人 神可以祝福你 好了 我們如何得到神的祝福呢 在這個末後日子 如何在這個 有疫情的新年的時候 是有一個喜樂的新年呢 第一 我們一定是有耶穌的赦罪 因為人人都有犯罪 我們有得罪神 有生氣人 有說謊 有貪心 有自私 有污慰 有淫念 我們一定是在神面前 神求你赦免我們的罪 當然有這個悔改心 神是會赦免的 在這裡說到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 是公義 不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的一切不義 所有去得天堂的人 一定是真心認罪 真心悔改 求耶穌赦免的 神所要的罪 就是憂傷的靈 憂傷痛悔的心 你必不輕看 當我們的心 為了我們所犯的罪 我如何得罪他人 我們傷害他的心 求耶穌赦免我 耶穌一定會赦免的 耶穌是很歡喜的 聖經人說 天上也會為祂歡喜的 當有一個人 為了他自己犯的罪 悔改的時候 神是會很歡喜 整個天堂就會歡喜 神就會喜悦這個人 神就會祝福這個人 然後就是信靠耶穌 信靠耶穌是甚麼意思呢 很多人以為信耶穌 就是我信 譬如我們大家 你信不信有北極 南極 你信不信有瓷魚 我們很多人都未見過瓷魚 你信不信有瓷魚 我們當然信 因為有這麼多證據 我們沒有見過 以為有些人信神 就是我信 我信有耶穌 即是信有瓷魚 我信有北極 我未去過北極 不過我信有北極 不是這一種信 因為這一種只是 我知道 知道有這東西存在 而是信是信靠 在耶穌福音一章十二節 那裡說 凡接待他 這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是他們權幣 作神的兒女 就是甚麼呢 哪些人是信他的人呢 就是接待 接待是甚麼呢 譬如說 有個人來你家 歡迎你來 你吃了東西沒有 我請你吃東西 今晚你住在我家 這是接待 我們接待耶穌 就是耶穌入我們的心 做我們的救主 赦免我們的罪 將永生賜給我們 以及做我們生命的主宰 掌管我們的生命 以後耶穌告訴我 我悔改 我就悔改了 耶穌告訴我 他愛人 我就愛人 有些人說 那算耶穌不是很吃虧 又要愛人 又要關心人 就很吃虧了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 因為神會祝福 凡是愛人的人 聽因為耶穌的言語 愛人的人 神是會祝福他的 他整個生命得福的 我們越聽神的話 越好的 有些人說 所以耶穌 又不可以吃煙 又不可以賭錢 又不可以貪心自私 騙人 看色情的片 就覺得有很多限制 但其實做這些事情的人 他的生命都有很多問題 那些看色情片的人 他們會有很多污衛 他們的婚姻也不會好 那些人經常罵人 傷害人 他們沒有好的朋友 他們都得不到神的喜悅 所以我們 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 並且我們聽耶穌說 神啊 你怎樣吩咐我 我就怎樣做 我離開這些污衛 活在神的平安裡面 是很開心快樂的 有神是開心的事 不是痛苦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信靠耶穌是很好的 那我就是神的兒女 還有我們先求神的國 和祂的義 這切就加給我們 聖經會負責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甚麼叫先求神的國呢 就是帶更多人進入天國 就是傳呼人告訴人 我們聽耶穌多真 耶穌多好 你求耶穌赦免你 耶穌就救你了 先求神的國 亦有另一個意思 就是給耶穌做主 做話事 好像這個心一樣 耶穌坐在中間 耶穌話事 耶穌話事的時候 然後耶穌就將一切加給我們 我們給耶穌話事 耶穌叫我們愛人 我們就愛人 耶穌叫我們認罪 我們就認罪 我們就去祝福人 幫助人 傳人福音 神就歡喜了 這樣的時候 神就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在大災難的時候 那些基督徒是會經歷特別的供應 因為那時候是世界又變了 而且一定要拜壽才可以買賣 但是基督徒 神一定是有方法保守我們 以致我們不會一下子餓死的 神一定有方法 在那時候 基督徒更加經歷很大的奇妙的恩典 所以希望大家 不懼怕任何的困難 神會在這個時候行奇妙的事 有些人說 不是啦 我現在疫情已經很慘了 那我們就多去親近神 我們求主耶穌來問我們 讚美神 感謝神 天父一定祝福我的 我信靠耶穌 然後我們處理生命 有很多人為何那麼多煩惱呢 因為他們很煩惱 很擔心 很多人背在身上 經常想著一些困難 所以他們心裡很擔心 很憂慮 人際關係不好 工作的能力不好 於是很容易被人解僱 但是你真心依靠神 神啊我真心愛你 求你幫我放下煩惱重擔 我的不開心求你幫我放下 當我們肯放下的時候 我們的心更加平安 大家如果真的 你的生命處理不了 你可以找我們 找教會也都可以找我 業務司在網上 你找到我的聯絡方法 你找我 我是很樂意去幫助你 能夠處理生命 放下垃圾 那時候你聽神的話 你的生命一步步重整 有很多人的生命是不被重整 很多破碎的地方 當你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 神的義就是遵從神的吩咐 當我們遵從神的吩咐 給耶穌做主的時候 這一切都會加給我們的 還有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為愛他的人 所預備的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都未曾想到 你想都沒有想到的東西 神就會給我們的 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會說 哇 不可能 神會這樣救我 神為我開監獄的門 神可以令到我受迫伯的時候 神可以救我的生命 供應我的需要 或者甚至在祈禱的時候 不用吃東西 都可以生存 不用喝水都可以生存 摩西上西那山 四十夜 不用四十夜 沒有吃沒有喝的 神都可以這樣做 神也可以給我們這個能力 五餅二元的神跡 有小食物分開給幾千人吃都可以 這就是神可以做的東西 是你想都想不到 人心未曾想到的 是想都想不到的 恩典 所以大災難 堅持信耶穌的基督徒 他們是會非常之強勁 很有能力 很有信心的 當人專心愛神的時候 神就會將他放在高處 叫他成為尊貴 叫他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並且他第十五節說 他若求告我 我就應允他 當他求告神 神就應允了 神就會聽他的討告 所以越是愛神的人 他的生命一定蒙福 他將神放在他的面前 他就不自遙動 因此他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當我們用長時間 多謝天父 我們祈禱不用經常都求 經常都說 耶穌在愛我 多謝天父 可以時時唱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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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見告送我 多謝天父 主耶穌在愛你 我們祈禱可以這樣 宣告神的愛 我又愛耶穌 耶穌我愛你 我多謝你 心靈和神相通 多謝天父 耶穌在愛我 感謝耶穌 我愛耶穌神又很歡喜 圣經說到 我們愛神 神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愛神 神就歡喜了 真心愛神的時候 神會祝福 所以我們親近神 一定得到神的祝福 這是很重要 多困難也好 多煩惱也好 你很不開心 你就讚美耶穌 網上有很多詩歌 你可以找到敬拜 由耶穌斯 找到我很多詩歌 你也找到很多 其他人作的詩歌 你就去讚美神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Hallelujah 當我們時事讚美神 你的心就有平安起落 全心倚靠神 遵從神 神就會凡事祝福我們 神就會叫我們 在風暴中得到平安 和福氣 神真的會祝福 凡信靠祂的人 在末後的日子 那些不聽神話的人 他們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信靠神的人 在很多人困難的時候 神都叫我們得力 並且我們會影響到周圍的人 去得到神的祝福 和神的保守 在一個困難的日子 很多人很慘 我們有耶穌的祝福 我們就去幫助他們 去帶領他們 求主耶穌是幫助我們 活在神的平安里面 經常都深信 經常都說 神在愛我 神在幫我 我聽神說 神一定祝福的 多困難都好 我們不需要懼怕 而當我們有平安起落 經常親近神有平安起落 那些煩惱放下 神一定為我開路 我不需要想將來 我今天有衣有食 我就感謝神 我今天有衣有食 我就開心 當我們時時數算 我們有的 不是數那些沒有的 當我們數我們有的 我們可以平日 可以活得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幫助 其他悠傷的人 在這個疫情中悠傷的人 在這個新年 也叫更多人得到福氣 祝福大家新年蒙福 我現在就和大家唱一些詩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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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個個都 想到神的恩典 就開心快樂 想到神的恩典 我們就開心快樂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有你真好 求主幫助 所有信靠耶穌的人 都得力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我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非色的相知 非色的所能奪去 哈利路亞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我有者喜樂 非色的所能奪去 非色的所能奪去 哈利路亞 我們很開心的 一起唱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我有者喜樂 主耶穌慈給我 非色的所能奪去 非色的所能奪去 哈利路亞 我們用哈哈來唱 哈哈哈 哈利路亞 真的生了笑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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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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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aur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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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Eastern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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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런데 多謝天父 我 policymakers日日都開心快活 耶稣说你们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求主帮我们相信 我们关心神的天国 想多些人信靠耶稣 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怨 是不是你那里没有啊 在这里有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哈利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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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多谢天父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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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 阿里路呀 里门要先救神的光 我他的意 这些东西都要加上里门了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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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一起祈祷 多謝天父、多謝耶穌 因為你是掌權的 一切都是你的手中 全世界所有都是你的手中 當我們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 這一切就加給我們 我們不需要擔心 雖然現在這個疫情已經令到很多人很擔心 甚至有些人崩潰 求主幫助我們全心以靠祢 我們有今天的食物 我們就感謝神 求主為我們開路 幫我們信靠耶穌 用心靈誠實敬拜 全心愛神 我們每天都說多謝天父愛我們 多謝耶穌關心我們 多謝耶穌跟我們一起 多謝耶穌陪伴我們 當我們每天都感謝天父 都深信神在愛我們 當我們時時深信神愛我們 可以多些唱主耶穌愛我 祗祢 主耶穌愛我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有声见告送我 多些去宣告神爱我们 我们有全心爱耶稣 神就喜悦 神就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背着淡子 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重担烦恼 你多些跟着一些祈祷的 录音诗歌 他一直在亲近神 神就会将平安赐给我们 叫我们心里平稳安静 叫我们得力 叫我们得到安慰 主耶稣跟我们一起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神一定帮助我们的 我们先求神获奉你而这一切都加给我们 我做信靠你的人 倚靠你的人的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性命阿门 我们用主通文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到人的债 不叫我们如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词 我们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活在神的爱中 多困难都好 都能够得着神的力量 在这个新的一年 活得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 满有神的喜乐平安 和神的祝福 愿主跟你一起 有耶稣的地方 一定有祝福的 多谢主耶稣 感谢耶稣 你是得胜的主 得胜的王 你胜过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疫情 一切的灾难 神会在疫情中 叫我们得到平安喜乐 多谢耶稣 祝福大家 新年蒙福 凡是得福 感谢主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